各位朋友,下午好 今天下午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大概前三个月了吧 上次我有做了一个龙眼的高压 然后到今天呢 因为我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刚刚做一些工作 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关心 上次我高压的这些龙眼 然后到今天呢 也是大概三个多月 我去看一下结果呢 因为很多这高压包它都被撕掉 然后我知道原因是因为被那些蚂蚁 它一直咬 然后现在很多都被撕掉 可是我看起来有些这些龙眼的高压 它已经长根 然后我几乎今天可能会先把这些也切掉 然后我会需要一道盆子去需要 需要 OK 首先呢 我先把这些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 下面 白白的那地方就是根 龙眼的根 OK 那是龙眼的根 很多它都已经长根 可是那些高压包都被蚂蚁咬掉 所以那些土几乎都没有了 这边也是一样 OK 好 现在呢我会先把这些切掉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比较清楚一点 比较清楚一点 OK 我稍等一下 这边 我先先剪了一个 好 我们有看到这些吗 它的根已经长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一栋一栋 这些就是蚂蚁 有一种蚂蚁它喜欢去咬这个尼龙呆 这边我们有看到这些根已经长起来了 然后今天我会把这全部都拿掉 好 我先把全部这些都剪掉 然后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好 我有做连去高压的 OK 做这个连去高压 好 好 现在我会把全部这些拿到里面 啊 一个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 现在像这些呢 我现在它还是很长的 OK 像这些 可是我现在如果移到盆子 我要把这些的要剪 剪短 我会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根 OK 这边 是它的根 OK 这里 然后我们看 因为 现在没有土了 没有土 它的这个皮 它已经密合在一起 这个 这个 豆米和在一起 原则上呢 因为像是我们高压的时候 我们会刮圈嘛 原则上 这两边不能和在一起 和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生根的效果是很差 哈 哈 这边哈 有做一个高压 本来是它有长根了 可是因为这边土都没有了 OK 可是这里面 啊 都是它的根 OK 然后现在有些没有根的话 我就 啊 以到盆子 然后像做一个掀插一样 我就会使用一些生根基 给它做一个湿基的效果 啊 这样子 啊 现在我会把这些剪掉 因为它的根 越少 我们也 啊 越 越一定要把它的那 那些椰子啊 都要 剪掉 不能流太多 流太多 它的那种 水 在椰子 然后生子里面的 被淘汰的 越坏 好 像这些我们要把这些剪掉 好 我们要把这些椰子 最好是要剪掉了 好 OK 我们要这样剪 但我们移到盆子里面 它才 活生的比例才高 然后它才是增长的 因为现在我们 因为它的根本来 已经很少了 我们现在 留很多 它又没有 领养 去养 上面这些 哈 有些不需要 我们就是剪掉 这边也是一样 剪掉哦 好 我们要留 这样子 不是很需要 就是要剪 因为我们如果留锅长的话 我们也用不到啊 从底部刀往上面我们只要留 然后 我先留这些 因为我打算做一些 颅眼的 架接呢 所以我先把这个做成 这个高压包 高压包完成之后 我会 给到 小盆子 或者有一个 小的呆子 然后去养它 一两个月 然后我在上面会进行 做一个 架接工作 这是我进行这次高压的目的哈 好 很长哦 所以我们要剪 几乎我们要剪成这个样子 好 然后因为这些龙眼都是野生的那种龙眼 所以它做一个石生疏 架接的是非常好的耶 不需要的 我们一定要剪啊 不要随着不随着剪 然后到时候它 这些高压 这条可能会死掉 因为我们流过多啊 然后它的针 啊 比较少 没办法去 压全部 这些 所以我们已经 该剪了 我们还是要剪掉